这个夏天太热了 太阳怎么这么晒 这些话时常从我们口中说出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突然有一天 天空中再也看不到太阳的身影 地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该如何生存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话题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太阳 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 是一个巨大而炽热的气体星球 也是太阳系中心的恒星 直径长达139万千米 是地球的109倍 它形成源于宇宙诞生的时刻 距今约46亿年 因为太阳有着巨大的质量 太阳系中的八大行星 彗星 小行星 流星等等 都围绕着太阳公转 而太阳对于地球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它散发出的光和热 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光线和热量 让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 但太阳作为一颗矮黄星 寿命大致为100亿年 而太阳目前已经约有45.7亿岁 也就是说50到60亿年后 太阳内部的氢元素 几乎会全部消耗殆尽 太阳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那么如果太阳震的消失 地球会发生什么变化 温度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可想而知 一旦太阳的热量不再供应 地球的表面温度将会迅速下降 白天和黑夜的温差 必定会急剧扩大 地球热量逐渐流失 大部分地区会陷入极度的严寒 植物会因为失去阳光和温暖的滋润 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慢慢的枯萎 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就会因此减少 在时间的退役下 植物 动物 人类都会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边缘 陆地和海洋也将被冰雪所覆盖 人类将不得不面对刺骨的冷风和资源匮乏的困境 除了极端的温度问题 太阳对地球的重力也有很大影响 因为太阳对地球的引力 才维持了地球的轨道稳定 一旦太阳消失 地球将会失去平衡 轨道可能会发生不稳定的变化 地球就会急速下降 坠入宇宙深处或者飞离太阳系 飘向未知的深渊 到时候我们就会迎来大毁灭 但最重要的还是时间的问题 当太阳消失的第一天 我们并不会感觉到什么 只是感觉天黑了 夏天不晒了 天气变凉快了 可当一连几天看不到太阳 我们的生物中就会被打乱 地球没有白天与黑夜的变化 整个世界都处于黑暗之中 看不到阳光感受不到温暖 久而久之 我们的坐西吃饭工作等所有事情 都会被通通打乱 面对长时间的黑暗 心里会产生无限的恐惧 除此之外 太阳的消失也将会带来宇宙射线的问题 太阳是地球的天然屏障 它能够阻挡大部分宇宙射线 保护我们免受宇宙射线辐射危害 宇宙射线对人类的危害非常大 可以导致婴儿基因突变 质地缺陷 长期处于高辐射的环境中 我们的血液 淋巴液 细胞质都会发生改变 影响人体循环 增加患癌的风险 一旦太阳消失 宇宙射线将不再受到遏制 这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 将带来严重的威胁 足见太阳对我们的重要性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 太阳就如同我们心中的烈焰 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科学的角度 太阳都是一个 让人感到无限神秘和美妙的存在 早在古代时 人们就对太阳非常崇拜 认为它是众神的象征 是生命和能量的源泉 而在现代 科学家们将太阳视为研究的对象 通过对它的研究 来揭开宇宙更多的奥秘 尽管太阳消失这个场景 听起来离弃而不可思议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它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通过这个假设问题 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 太阳对地球的重要性 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 能够更加珍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美好生活 最后小一要在这里呼吁大家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携手保护地球 保护太阳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能够继续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家园 愿我们的未来都光明如太阳 温暖如阳光 我们下期再见